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 让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学习 让每天早上在这里 获得满满的灵粮 神啊我们知道这一切 都是你所给我们的 没有你 我们没有这么丰富的喜乐与平安 神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渴望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里面 神啊你加添给我们天上来的智慧 让我们能有更多的学习 让我们能够更感触到你的爱 神啊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渴望今天所有的一切 我们把所有一切的这些感恩 这些所有的一切的心里满满的感受 神让我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上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你的面前 你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上 求神赐福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神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我们这一章呢 我们这一章呢 现在是这个真言 真言 我看一下我的真言 我的真言好像这个内容有点掉了 是不是谁可以帮我上一下 帮我上一下屏幕 屏幕同工可以帮我上一下今天的真言 屏幕Grace可以帮我上一下真言吗 三章二十八节 好 谢谢 我们三章 停在二十七节 对 二十七节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 读的三十 OK 二十七节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 回顾一下昨天所读的 这个真言是proverbs proverbs 后面的几个音比较快一点 verbs proverbs OK Do not withhold good from those who deserve it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手上 你有一些 你可以行善的话 When it is in your power to act 表示说 你的手上 你的能力做得及的事情的话 你不要withhold withhold的意思呢 我们昨天解释过 可能是 比如说像 我们有的时候 把它扣住了 把它抓住了 但是我们不放出来 我们不给人家 美善的东西 给那些人 什么人呢 Those who deserve it Deserve it 指的是说 那些人 他们理应得到 这些东西 所以当你的手 有能力行善的时候 你就要去帮助它 你不可以withhold 在这里是 你扣住 你不给人家 也就是你回绝人家 不让人家 有这个美善 不行善的话 这个是不可以的 好 我们再来看28节 Do not say to your neighbor 不要跟你的邻居这样说 Come back later I'll give you tomorrow 你过一会儿 你再 明天再来吧 明天再来吧 I'll give it tomorrow 我明天再给你 这个是什么时候 发生的事情 When you now have it with you 当这个东西 你有 OK 如果你有现成的东西 在手上 你可以给人家的时候 你有东西给人家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 你明天再来吧 明天再来 明天我再给你 所以你有 人家需要 你就要尽快赶快给人家 好 我们再来看29节 Do not plot harm against your neighbor OK 所以呢 plot harm 这个plot 这个字我们以前学过 都是有阴谋轨迹 在图谋什么东西 有什么计谋 harm呢 是要害人家 against your neighbor 要害你的邻居 所以你千万不要设计 害你的邻居 who lives trustfully near you OK trustfully OK 指的是说 在你的身边 他住在你的身边 相当安稳的 相当信任你的 trustfully near you 基本上是指这个人住的时候呢 他是非常安居的情况之下 他是很相信你的 他是很相信你住在你的这个附近 你千万 所以trustful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信赖的 他住在你附近 他本来觉得很值得信赖你 你千万不要害他 千万不要害他 好 第三十节 do not accuse a man for no reason 千万不要怎么样 不要去控诉人家 去控诉人家 for no reason 没有缘故的就去跟人家争辩 或者是跟控诉人家 do not accuse a man accuse这个可以是直接到法庭里面去控诉人家 也可以是口头上的说人家 去跟人家争辩 把什么事情什么罪过强加在人家身上 这也是accuse when he has done you no harm 当这个人呢 他没有加害于你 no harm是没有加害于你 他没有做什么加害你的事情 就千万不要去控诉人家 不要去跟人家争辩 好 我们三十一节来看一下 do not envy a violent man envy 这个envy是嫉妒的意思 不可以嫉妒那些残暴的人 那些很残暴的人 or choose any of his ways 也千万不要 去选择他所行的道路 这个envy 他这里翻译成嫉妒 这种envy呢 是有一种羡慕的意思 就是你觉得他走这条路 真好残暴的人 比如说他获得什么利益 什么的 所以呢 你就想学着他去做 这个叫envy 叫envy 所以是嫉妒以外呢 你羡慕他所过的 羡慕他所做的残暴的事情 好 三十二节 为什么 三十二节给你是原因 因为 for the lord detests perverbs perverbs me but takes the upright into his confidence 所以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这三十二节就给你 一个原因 detest 是 证悟 非常证悟 perverse men perverse men 我们那天有讲过 perverse men 通常是 比如说变态的 基本上这样的人 都是偏离正道的 perverse men 不太正常的 变态的 but takes the upright 所以 神是证悟那些 偏离正道的人 不太正常的人 but takes the upright the upright是正直的人 into his confidence 所以 confidence 是神的 confidence 也就是说 神觉得 跟这些正直的人 在一起 他是非常有信心 而且喜欢跟他们 在一起 ok 神喜欢跟他们 在一起 所以是 takes into his confidence 神把这样的人 接纳 作为他 觉得是有信心 神希望跟这样的人 有亲密的 关系 33节 我们来看一下 33节 The Lord's curse curse 我们知道是诅咒了 耶和华的诅咒呢 It's on the house of the wicked 耶和华是诅咒那些 恶人的家庭 恶人的家 所以 要诅咒什么人 上面的话呢 我们要用一个 on ok 他的诅咒 是临到这些人上面 这些人的家庭上面 but he blesses the home of the righteous 但是 耶和华一方面 诅咒这些恶人 可是他会祝福 祝福谁呢 the home of the righteous 他会祝福那些义人 会祝福那些义人 好 34节 我们来看一下 He mocks proud mockers 这里有一个 两个mocker放在前后 他们是 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 He mocks Mocks呢 是表示说 他对这些人呢 基本上 他是会讽刺那些人的 会讽刺那些 proud mockers 是那些 很骄傲的 很骄傲 很傲慢的那些人 神也是用同样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去讽刺他们 对那些傲慢的人 他也是很傲慢的 对待他们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对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the humble 是那些 谦卑的人 对于那些谦卑的人呢 他是给他们恩惠的 grace 给他们恩典的 好 三十五节 the wise inherit honor the wise 我们是指智者 聪明智慧的人 他们呢 能够 能够继承 这个尊荣 他们有 得到尊荣 为他们的产业 inherit 是可以继承 继承呢 就表示这个 可以代代相传下去 是他们的产业一样 but fools fools 这是那些愚昧的人 he holds up the shame 但是愚昧人是怎么样 holds up holds up呢 是他们 把什么东西抓得紧紧的 holds up the shame 指的是那些愚蠢的人 那些愚昧人 他们是自取其辱 他们自己取得这些羞辱 自己就得到了这些羞辱 所以自取其辱 这个羞辱抓得紧紧的 holds up the shame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张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ok 下一张这个是第四张 好 第四张 第四张呢 看一下 一开始说 listen my sons 你们要听我的呀 好 听我 listen 后面接的 to a father's instruction listen to 你们要听什么呢 要听父亲的教训 要听父亲的教训 父亲的管教 这个叫instruction instruction呢 通常都是 教一步 你就做一步 教一步 教第二步 你在做第二步 所以是一步一步的照着学的 pay attention and gain understanding 你们要 pay attention 要完全留心学习 要注意啊 这个pay attention 要完全的注意 and gain understanding 你们就可以变得怎么样 可以得到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是对事情的明白跟了解 所以它是聪慧 你就可以得到聪慧啊 得到聪明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节 四章的第二节 ok 第二节 他说 i give you sound learning 这个sound 我们昨天已经研究过了 很清楚了 sound 因为我要给你们 给什么呢 sound learning 要给你们的 所以sound 通常是指 好的 对的 正确的 不是错误的 叫sound 我要给你们的是 很好的学习 很好的学问 教训 so do not forsake my teaching forsake是离弃 你们千万不要离弃 我的教导 我把你们好好的教好了 你们不要离弃 我的教导 教你们的不可以 把它丢掉 好 第三节 我们来看 when I was a boy in my father's house 当我还是个小孩 在我父亲的 这个家里面的时候 在我父亲面前的时候 still tender still tender 指的是说 tender一般来讲 是指 比如说 很什么东西 很食物来讲 很tender 是讲这个东西 很嫩 讲一个人 tender 是讲这个人 还是很娇生惯养 还很娇嫩 还没有长大成人 还没有能独立 这个叫still tender 当我在我父亲面前的时候呢 我还是非常娇嫩的时候 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孩子的时候 and an only child of my mother 而我当时呢 是我母亲面前唯一的一个孩子 母亲眼前的唯一个孩子 好 第四节 所以他在叙述他个人的经历 那个时候呢 he taught me and said 他教导我 我父亲教导我 他说 lay hold of my words lay hold lay hold 其实就是hold的意思 意思你要把心 把我的话语 把我的话语呢 lay hold 把它抓好了 把它要紧紧地记牢了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heart 是全心全意的 所以你的心就要持守我的话 lay hold hold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你的心要全心地持守我的话 记牢了 keep my commands and you will live keep my commands 也就是说 你要 keep是遵守的意思 要遵守 遵守我的诫命 然后呢 and you will live 那你就可以得以存活 得以存活 好 第五节我们来看一下 get wisdom 你要得到智慧 要追求智慧 get 用一个get get wisdom and get understanding 然后呢 你还要得到什么 还要去追求聪慧 understanding 所以这个聪慧指的是 我们对事情的那些 深入的了解 那些明白了解 好 下面说 do not forget 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说 do not forget my words 千万不要忘记我的话语 ok 或者是 do not swerve from them ok swerve是指说 偏离 我的话语 你千万也不要偏离 你要好好的持守住 好好的记住 在你的这个 所以swerve通常是 偏离或转向 比如说你车子开到这里 swerve 你就转向了 偏离了 他说 do not swerve from them 千万不要偏离我的话语 好 再下来我们看第六节 do not forsake wisdom 千万不要离弱 千万不要离弃 离弃智慧 and she 这个she 指的是wisdom she will protect you 她就可以保护你 可以保护你 智慧是可以保护你的 智慧的女生 love her 你要爱智慧 and she will watch over you watch over 就是她可以保护你的意思 只要你爱她 她就可以保护你 好 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 wisdom is supreme ok supreme 这个字呢 是首要的 是最重要的事情 supreme 什么东西 supreme 就表示这个东西 极其重要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therefore 因此get wisdom 所以你要去追求智慧 一定要得到它 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好 最美好的东西 首要的 though it costs all you have 但是有的时候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追求智慧呢 it costs it costs all you have 这个可能你要用所有 你所一切 所有的东西 来去追求智慧 这个太困难了 是吧 虽然要花尽你所有的一切 你拥有的一切 来追求智慧 get understanding 你还是要 还是要去追求这个聪慧 所以我们要追求智慧 get wisdom get understanding get understanding 就是你的聪明 你的聪慧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八节 esteem her esteem esteem通常是指的是 是高举 然后很真 表示是说你对这个非常 珍惜的意思 非常珍爱她 非常珍爱她 所以你要高举她 你要高举她 然后呢 你一定要这个 and she will exalt you 所以你如果珍爱她的话呢 她就会怎么样 她就也使你高声 她也会把你举起来 所以你如果珍惜 珍爱这个智慧呢 她也会使你高声 把你举起来 embrace her embrace is 是拥抱 环抱 环抱 两个手环抱的意思 所以你拥抱她呢 she will honor you 她就可以使你得尊荣 好 第九节我们来看 she will set a garland of grace on your head 这个智慧她会怎么样 她会安置一个 ok set a garland garland我们上次学过 是用花 跟这个树 树叶啊 什么枝子啊 编起来的这种头冠 花冠 我们叫做garland 她会在 在你的头上 给你戴上什么 garland of grace garland of grace 意思是恩典 是这个恩典的这种 这种花环 戴在你的头上 然后呢 present you with a crown of splendor 另外她会给你荣耀的冠冕 荣耀的冠冕 这个是太厉害了 cron就真的 就是一个冠冕 garland是一个花环 好 再来第十节我们看 listen my son accept what I say 儿子啊 你要听我的 接受我所说的一切 要领受我所说的一切 and the years of your life will be many 这样 the years of your life 你生命的年岁 你生命的年岁 就会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就会延年益寿 年益寿 你就不会很短命 你接受我的话语的话呢 你会因此而长寿 年年益寿 好 十一节 I guide you in the way of wisdom 我呢 是已经引领你 走智慧的道路 智慧的道路 and lead you ok lead也是引导的意思 引导你呢 along straight path along是沿着这个 正直的这个路径 straight是直的路 没有叫你去走鞋门 歪道 弯弯的路 所以叫straight path 我也引导你 沿着这个直的路 来 来去走 好 再来十二节 when you walk 当你行走的时候 your steps will not be hampered hampered 指的是说 你的脚步 steps steps 是你的脚步 你的脚步 不会被hampered hampered 指的是说 你不会 去 受到阻拦 受到阻拦 或者是 你不会 因为那个路 如果太狭窄 你的步子 就卖不开 是不是 就会被胜到阻拦 OK 叫hampered when you run OK 当你在那个 跑的时候呢 you will not stumble stumble是受 这个跌倒 绊倒的意思 你当你跑的时候 你也不会被绊倒 OK 好 再来十三节 hold on to instruction hold on hold on是指的是说 你要持守 你要坚守 这个什么东西 坚守 所以呢 hold on to instruction 我给你的这些训事 这些教诲 你要持守教诲 do not let it go 千万不可以 let it go 是让它跑掉的意思 OK 不可以放松 不可以放开 guarded will guard是指要守护 守护这个智慧 你要好好的守护智慧 for it is your life 为什么呢 因为智慧就是你的生命 it is your life 好 十四节 我们来看十四节 do not set foot on the path of the wicked do not 这是千万不可以做的事情 set foot 是把你的脚 踩在什么 踩在恶人的路径上 绝对不可以 the path of the wicked 是指恶人的路径 所以你的脚不可以 在恶人的路径上 不可以走恶人的路 or walk in the way of evil men 也不可以走路 the way of evil men 那是恶人的道 恶人的道 不可以走恶人的道 好 好 再来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avoid it avoid it 是要躲避开 要避开这个东西 避开这个东西 避开 do not travel on it 因为我们前面讲恶人的道 这些坏人 恶人做的事情 我们千万要避开 avoid it 然后呢 do not travel on it travel是说 根本不可以经过 那些 你说哎 我就 我只是偶尔经过一下恶人的道 偶尔做做小坏事 不可以 不可以经过 连经过都不可以经过恶人的道 and turn from it turn是要转开 你要从那里转身离开去 and go on your way 而继续转身 来走你自己的道 继续走你自己的道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恶人的道 在前面的时候 你要 你要赶快绕道而行 要离开的 好 十六节 为什么这样说呢 for they cannot sleep till they do evil 因为他们这些人 恶人是这样子 他们不作恶 他们就睡不着 ok they cannot sleep 是他们睡不着 till they do evil 一直要到他们作恶 是他们睡得着 所以他们不作恶 就是睡不着的 they are robbed of slumber ok robed of slumber till they make someone fall ok they are robbed ok they are robbed of slumber 指的是说 他们 他们平常呢 是会睡卧不安 睡卧不安 指的是他们睡不着觉 ok slumber 在这个地方 我们注意看一下 slumber slumber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那些 是那些 沉睡 ok 所以 一个人沉睡的状态 是slumber 那 robed of slumber 就是他们 他们的这个 深沉的睡眠 都被抢走了 ok 他们一般是都睡不着觉的 叫做 robed of they are robbed of slumber 他们是失眠的状态 叫做 他们的深沉的睡眠 被抢走了 那意思就是他们 失眠的状态 他们会一直失眠 一直到什么时候 till they make someone fall 一直到他们 让某些人跌倒 或让某些人 掉到深渊里面去 而让某些人 做了坏事 害了人以后 他们才能够睡得着 他们才不会失眠 好 再来我们看十七节 十七节 they eat the bread of wickedness 他们吃的是什么 这个邪恶的饼 邪恶的饼 the bread of wickedness and drink the wine of violence 他们喝的是残暴的酒 残暴的酒 所以他们吃的凉 吃的面包 吃的饼 都是邪恶的 喝的酒 也是残暴的酒 好 十八节 我们来看 十八节 the path 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the path of righteous 是指一人的路 一人的路 像什么呢 一人的路 is like the first gleam of dawn Dawn是黎明 这个first gleam是 第一道光 黎明的第一道光 所以这个一人的路径 就好像我们的晨曦 我们的黎明一样 第一道光射进来 shining ever brighter 他们常常都是怎么样 ever是常常 常常都是越来越亮 brighter是更亮 ok 不更亮的意思 所以他们常常都是 越照越亮 越照越亮 till the full light of the day ok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full light 一直到白天的 整个的光线 都照出来为止 所以一旦开始了 黎明的第一束光 然后他们就 越来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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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整个 整个 一直到中午为止 如日中天 越来越亮 白天的光全部都有了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